我们预定的倒塌完全倒塌了 以前我们都是用那个炸幅度上面的 常规的炸干结构的 这次是我们做一个盒子 先把这个干结构切割了一部分 结成了很大的一部分炸药 减少了这个爆破撑击波的影响 在爆破前我们是递这个干构 这个再做好炸药之后 在这个干构再递四株 递上了很多的水袋 滴完水袋之后 我们又滴了那个土袋 爆破后我们就是准备降程了 就是用撒水车 因为实际上才爆破前 我们在滴这个地表已经撒了水 就是用撒水车去测载的水车 但我们失望了水 这下是水车 它的都是流水 它是车 更加有水流 就是用撹中 秒下车